佛家讲的智慧是有两种 一个是世间智慧 不是从禅定里得来的 那不叫真智慧 真智慧一定是从禅定里得来的 这叫真智慧 我们要并别清楚 我们要求智慧 求般若智慧 就不能不知道修定 我们念佛人修定的方法高明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我们这个方法最殊胜 所以佛在大极经里面讲 念佛是无上身妙产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是修成定 这个主要一定要懂得 修禅定的方法手段不相同 目标完全相同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念佛法门也在其中 是方法是手段 三学里面这是属于戒续 都是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都是修禅定 禅定得到之后 智慧就开了 学佛 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 开智慧 非禅定莫属 禅定是我们修学的枢纽 戒律是我们修学的方法 剥弱智慧是我们修学的目标 总的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然后晓得 我们的禅定怎么修法 六根戒出六尘境界的时候 齐心动念 赶紧阿弥陀佛 就修禅定了 用这一句佛号 把外面的诱惑打掉了 内里面的烦恼也扶住了 内外都归结到一句佛号上 古人讲啊 以阴念 化解一切妄念 那么到什么时候 这是离意心呢 离意心这个阴念也没有了 所谓的是 念而无念 五念而念 华严经里面讲的 一度不二啊 那是离意心的境界 这个境界先前 这个境界先前 智慧就开了 自信的剥弱先前了 智慧开了之后 万死万无 只一解除就通达 就明了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 光学到闻了 不必老死了 无私至 自然至 这个时候都现前 释迦牧尼佛 四十九年所讲的 这个一切经 我们今天归拿为三藏经典 我想在这个时候顶多三个月 你就全部通道了 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 为什么呢 智慧开了 主要记住 智慧是决定要通过禅定的 那我们今天的禅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无上生妙禅 无上生妙的意义 诸位必须要记住 我们这句佛号干什么的 破我们的妄想 破我们的执着 说得更贴切一点的 破一切诱惑 破一切念头 你这叫会用功啊 严见死起了贪心 阿弥陀佛把那个碳断掉 碳是烦恼 断烦恼 外面是诱惑 一句阿弥陀佛 外面诱惑 抗拒了 里面烦恼 辅助了 这个念佛叫功夫得力 那么功夫不得力的人怎么样呢 阿弥陀佛照念 照样受诱惑 照样起心动念 这就没有法子了 这个是寒破喉咙也枉然了 这不能成就 对我来看 对我来看 这个念佛 我的岸